来自于美国股市的最新消息 美国公布了最新的经济数据 6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月增率来到了1.3% 高于市场预估的1.1% 年增率更是来到了9.1% 同样高于分析师预估的8.8% 以及5月份的8.6% 创下了41年来的新高 所以使得道琼工业指数一开盘就暴跌超过了300点 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181.95点 这是来自于美股的最新消息 来看到是宇宙的美景 即11号公布的是宇宙最深处的新系图之后 美国的NASA当地时间12号 再次公布了由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近 拍下的超高解析度的全彩照片 让天文学迎来了新的时代 来看到这是一闪一闪的光点 底下是星辰增加了很多的朦胧美 目前知道最大最亮的云系之一是船底座星云 德里兰卡总理办公室表示 总统拉贾帕克萨已经逃到了马尔蒂夫 同时也请辞他的总统职位 现在是由总理站旦 一直要到国会20号选出新总理 新总统 不过这消息一出也引发了上千民众的愤怒 冲到了总理办公室 要求他下台 正报警察发射了催泪瓦斯来驱赶 抗议的民众 但不少人还是突破了警戒 闯到了总理办公室 而斯底兰卡的总理原本就宣布 国家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 不过随即又收回了臣命 而总统拉贾帕克萨的辞辞 也为他的家族在斯底兰卡 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 当时的枪手闯入教室 三分钟之后 远警就已经到了现场 但是远警就是在走廊上面聊天 甚至在凶险开完枪之后 居然是转身就逃跑 当时警方聚集在走廊 毫无作为还悠闲地使用 学校的干洗手 这时候警察已经到了现场 一个小时之后了 监视器同时也明显地记录下 在枪手进入教室三分钟之后 已经有几名的警察 抵达到了教室外 但是却还在闲晃 不久之后 全府武装的特警到场 还是迟迟没动作 检调单位就坦言 地方的警方应对的方式 是筹列而且是失败的 美国司法部现在也已经介入调查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较温和 尽量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 但是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 很安全 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好就可以买到